有多少人沒有拿到獎益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還有這麼多 那比我想像的人多 那其實就是薛瑞有在意 所以他馬上就會把獎益拿過 因為比我想像的人多很多 對這樣 好 我們先做一個開始的禱告 副神法今天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自己安靜孩子的心 也求你賜給我每個人智慧 讓我們能夠明白 一些我們不能夠明白的事情 求你讓我們每個人有一個 想開自由的心 來領受 來思想 保守我們今天晚上的時間 大老公主耶穌又名 Amen 好 那今天晚上大部分其實會是我講 所以會跟平常不太一樣 就可能不會有很多的演戲啊 然後很多的這麼好玩的東西啊 因為 因為大部分 因為我學到講的東西其實很多 對 所以 我知道大部分的人 你們剛考完final 剛考完final可以舉手嗎 哇 蠻多的 那就請訓問幫我發一下 沒有 沒有拿到獎益的可以舉手嗎 那就請訓問幫我發一下 好 那 對 我知道其實大家剛考完final 那 maybe the last thing you need is more lecture right 應該沒有人會想要聽更多的 lecture 但是unfortunately今天晚上 你就三阿伯 more lectures 對 因為其實有一些東西要 要 確實要講 才能夠 講 確實要講才能夠講得清楚 對 好 那我想其實大部分都認識 都認識我 就是我在成為牧師之前 我是在大學教書 然後在那個之前 我是在 在UCI 哪有的 讀我的PhD 其實剛剛蕭有點講錯 我其實不是讀microbiology 我是Molecular biology 講對了還有我講嗎 對 對啊 雖然對大部分人來說 可能那是一樣的東西 都是M開頭 然後有個biology so understand 然後我大學是在UCLA 那我也是學 就是biology 我特別 在大學的時候我是學evolution ecology 就是精華論的東西 對 那 我其實 從 當牧師之後 其實大部分 其實很少的時間 能夠用得到我的 用得到我的生物喔 還 還不夠嗎 真的喔 OK 好 那沒有拿到的可以舉手嗎 有五比二一的禱告 OK 那 五比二一要送他 我拿 發給五千人 每一個人都拿 好 好 所以呢 之前呢 之前其實 就有人 就是在問我啊 他就說 你知道那個 就是 大熊 大熊貓 就是panda 叫人panda 在台灣叫貓熊 我知道 就是應該中國叫大熊貓 對 好 那他就問我說 大熊貓是哪一顆的 那我就說 其實就是 嗯 Either是 有不同的種類 有些人會把它分為熊科 有些人把它自己分為就是熊貓一顆的 然後他就不信 然後他就 他就 他就要去上我 Cpedia 上圍基板科去查 他就說 真的耶 然後我就說 你知道 至少我是 Bio的PhD嗎 相信我一下 其實大部分人在跟我聊天的時候 都已經會忘記我到底 以前是做什麼的 對 那今天終於有機會可以講我的Bio 對 那今天會有很多 是需要大家 你的Biology的 OK 那如果你已經忘記你的Biology的話 對 那就 希望Bear with me 好 那今天呢 今天呢 我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我會講一個Foundation 就是到底我們有哪一些的選擇 第二個部分呢 是 會講到人的Evolution 講到特別是Human的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是講到 就是Evolution的一些的問題 那 這個其實是Eric幫我排的 那我只是Fill into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就一開始先講 就是 第一個 我們其實至少先承認 這是像上一次Eric 他有給我們看一個Clip 就是Matrix 對不對 就是我們活在的世界當中 其實可能就像Matrix一樣 也許我們有很多事情是我們不懂的 或者是我們所學到的東西 其實反而是帶我們遠離真理 這都是有可能的 對不對 那我們先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然後我們接下來來看 就是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 是不是你只有兩種選擇 因為大部分的人 其實他知道我是牧師 然後知道我以前是學Biology的 他就問我說 那你怎麼看Evolution 當他問我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他是Under一個Assumption 就是我其實只有兩個Choice 就是Either I choose Evolution 或者是I choose Creation 也就是說當他問我這件事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Under一個Assumption 創造論跟進化論 其實是只有這兩種選擇 那我第一個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我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其實你不只是有這兩個選擇 因為對我來說其實有很多的選擇 那我會跟大家解釋 到底有哪一些的選擇 那講到選擇的時候 我們就要先講一點點的定義 就是什麼是Evolution 什麼是Species 那這兩個問題都是跟Bio有關的 所以會有一點點的Bio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第一個就是講到進化 什麼是Evolution 其實Evolution真正的意思不是進化 不一定是前進 而是只是Change over time 那是怎麼樣的Change呢? 簡單來說有兩種Change 一個叫做Micro-Evolution 就是小的微的演化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個別的生物 它的特徵改變 比如說有一種魚號 它常年都住在山洞裡面 所以它都沒有見到光 所以隨著時間 它的眼睛就退化了 這個叫做小的演化 就是它的特徵有一個演化 那什麼叫做大幅的演化 什麼叫做Macro-Evolution呢? 就是這種魚 它變成了另一種魚 就是 對 就是 那就是大 所以它已經變成另一種動物了 好 那什麼叫做另一種動物呢? 什麼樣叫做Species呢? 那就是接下來的問題 在這邊 其實這個 這邊有一個很簡單的圖 就是 這邊有 蛾嘛 對不對 那 對啊 蛾啊 蛾 這是 這是Mars啊 就是那種像蝴蝶一樣的蛾 OK 沒那麼難吧 這邊是 樹 這也是樹 這上面有黑的跟白的蛾 然後有黑的跟白的蛾 對不對 OK 這 沒有那麼難 就是蛾 OK 好 那 今天 其實這很簡單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 如果鳥 今天有鳥 它會看到這個 它會先吃哪一種 黑的蛾 黑的蛾 對不對 然後白的蛾 就比較容易不被吃嘛 那同樣的 如果是在這樣的一個樹上面 就是如果這邊空氣污染很嚴重 樹都變黑黑的 那哪一種蛾 就變成 比較容易被吃 就是白的蛾 對不對 所以隨著時間 在這一種地方 就會比較多 都是什麼顏色的蛾 白的 白的 那比較多在這邊 就會隨著時間 就比較多會是黑的蛾 對不對 好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 就是違岩化 就是 micron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到了什麼程度 這 蛾 會變成另一種蛾 或者是 不是蛾 就是變成另一種 species 好 那到底什麼叫做species呢 其實species definition 有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就先講所謂的 biological definition 我們先知道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 劍門剛木科屬種 對不對 ok如果你有背過的話 就是kingdon phylum 對不對 大家都有背過 通常在美國背 你會用kingphilips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對不對 應該大家都有聽過吧 ok好 好 那 那最 最後面這個就是種 就是species 那species 通常我們講到 biological definition 其實我本來都是用簡體耶 為什麼我這電腦都出來 都變繁體啊 好 好 那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我覺得它可能是fungs的問題 它變成另一種生物 不用管它 好 那biological definition 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兩個生物不能夠交配 它就叫做不同的species 或者是呢 你硬也要給它交配 它也生不出後代 或者是它就算硬給它交配 生出後代 但是那個後代 沒有生殖的能力 不管是哪一種情況 這兩種生物我們就把它叫做不同的species 或是不同的種 ok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diflation 所以簡單來說 你可以把馬跟驢子 把它印給它交配 對不對 在自然界它不會交配 但是你可以人為給它交配 交配之後生出來的東西叫做螺子 就是mu 但是螺子是沒有生殖能力的 對不對 它就是 它並沒有辦法再生小螺子 所以 對啊 它沒有辦法生螺子 一定還要用馬跟驢子繼續的交配 所以這樣子就define 馬跟驢子是不同的species 那如果它們生出來的東西 是可以自己有生殖能力的 那它們就是同一種東西 ok 那像比如說 如果同種之間它是可以交配的 只是看起來非常不一樣 它通常就叫 subspecies 或者是race ok 比如說 沒關係 這也變成另一種生物 好 沒關係 比如說 兩種很不一樣的狗 對不對 比如說 狼犬跟雞娃娃好了 它看起來很不一樣 但是 其實它們 你如果印給它們交配 其實它們是可以生得出後代的 就是 某一種混種的狗 對不對 那它們就表示它們是同一 它們其實都是狗 只是它們是不同的subspecies 或是不同的race 這樣講 大家可以接受嗎 好 大家都講到這裡ok嗎 好 好 那暫時 暫時沒有生物了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來看 就是 是不是你只有兩種選擇 一般來說 我們的選擇大概是會這樣子看 如果我們把它想成 我會把它你可看來是一個spectrum 就是 它是從EQP變到B變 在這個spectrum上面 一般來說大概會有四種陣營 第一種陣營呢 就是我們叫做隨機進化論 一般就是所謂的evolution 但是我們特別把它叫做scientific evolution 這個的意思呢 就是 是可以有種跟種之間的演化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有一種東西它可以變成另一種東西 然後它的時間 你就說通常是三十億年好了 一般來說地球的年齡大概三十一年好 對不對 好 那這是一個 那當然在另外一邊就是我們說的傳統聖經的創造論 一般就是叫做orthodox biblical creation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認為聖經當中創世紀講到上帝第一天創造什麼 第二天創造什麼 第三天創造什麼 上帝在這六天當中 那一天呢就是二十四個小時 所以整個地球的年齡大概就是七千年左右 然後 那當然七千年我們就沒有辦法 allow種與種的演化 我們一般講到的大概就是這兩個camp 因此我們通常是在一個對立的情況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這當中其實有另外中間的兩個陣營 那這兩個陣營其實都是很寬廣的 因此你可以去想說你大概比較是怎麼樣子的 第三個陣營呢 叫做scientific creation或是叫theistic evolution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叫做等於就把它合起來好了 就是叫做創造進化論 就是說進化論所有的東西都是可以發生的 但是呢 它是神創造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說在這個陣營裡面 其實它容許東西所有的東西都可以進化 也可以從一種東西變成另外一種東西 也可以是花三十億年 那只是上帝是behind這個過程 那因此在這個裡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最極端的創造進化論其實跟這個是同樣的 它的差別只是有沒有神而已 這樣大家明白嗎 也就是說在最極端的創造進化論當中 其實它相信所有進化論的東西都可以發生 只是是有一個某種的intelligent design 某種的造物組在這個後面 是成為它的力量 當然當這一邊要相信這個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去看就是創世紀的題材 還有所謂天的定義 對不對 那因此我們通常會說 這個東西的關鍵其實就是機率 如果是以聖經來看就是天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天到底是多長 如果是機率的話 其實我們就把它想成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明白這個機率 假設你丟一億次骰子好了 然後都丟出六 那你會不會覺得 哇好像是不是有鬼或是有神 對不對 假設你丟一億次骰子都丟出六 你也覺得應該是某種 supernatural force behind it 那它的概念也是一樣 就是當機率很低的時候 你認為可能有一個supernatural force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創世紀的題材是什麼 創世紀的題材當然就會決定 你要怎麼樣去讀它 因為你今天你在讀一個報紙 或者是你在讀一個詩歌 或者是你在讀一個劇本 你會用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去讀 對不對 那就是因此創世紀是什麼樣的題材 就會影響你怎麼樣去讀它 接下來就是一天的這個概念 到底一天是多長喔 我很快地講一下 就是創世紀當中 一般來說你有三種可以去想它 一種就是take it early 一天是24小時 第二種就是叫做day age 就是一天可以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是按著這個發生 就是第一天是什麼 這個是先發生 這一段時間當中先發生 第二天是什麼 是這一段時間之後 第三天是這些事情發生 但是一天可以很長 第三種呢叫做framework framework就是說 也是一天可以是一段時間 但是呢 不一定是按著這個順序發生 它只是要講一個信息 或是一個概念而已 所以也許 第四天的東西其實是先發生的 這樣講大家明白嗎 所以大概是可以這三種的去看 那接下來就是你自己可以去選 你覺得你要去接受哪一個 我覺得是這樣子 如果我從來沒有學過生物的話 如果今天我就是只讀聖經 我從來就沒有學過任何生物的話 我覺得最自然的解釋 確實一天是24小時 對不對 如果我這樣去讀的話 但是有了這些其他的這些資訊 其他的這些科學的這些 我所了解的知識的話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我會比較偏像 somewhere between這兩個 這是我自己的step 你們可以跟我不一樣的關係 OK 好 那 因此我們知道創世紀其實是這樣子 在一開始這六天 到底是不是六天 在接下來從創世紀第一章到十二章 這兩千年 到底是不是兩千年 這都是一個問號 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創世紀 是不是它要描寫的就是那一段 那麼長的時間 好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其實就有時間 可以去讓它三十一年 對不對 假設你想要相信這個的話 好 那第四種 你可以選擇的這個camp 我們叫做橫向進化論 橫向進化論要講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一般來說 就是說 它可以種與種的演化 但是是在一個範圍以內 OK 因此不是像這邊所相信的 任何的種與種 像這邊你可以相信人 可以是從細菌一直變成人 只是上帝在behind it 在這一邊呢 它是相信 大概是這樣子來看 就是大概 你允許演化的範圍 either就是在科 或者是在鼠 我們知道有劍門高目科 鼠種嗎 大概就是在family 或是genus 也就是說在同一個科 或是同一個鼠裡面 是可以演化的 是可以變成不同種的 但是並不會能夠 種向的演化 因此 也許狗跟狼跟狐狸 也許可以演化 但是 它並不會從這邊 變成這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它在一定的範圍內 是可以演化的 OK 那again 通常那個範圍 通常大部分會定為是family 或者是genus OK 那 有這樣子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想法的話 就是 上帝一開始創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 但是給每一個東西都有它演化的能力 但它的演化會在一個範圍之內 也就是說它可以變成另一個species 但是它是變成一種相似的species OK 這樣想大家明白在說什麼嗎 好 那 因此呢 其實我們有的就是這四種 那 簡單來說呢 其實我覺得 很多時候我們會把線其實畫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認為一個基督徒 他一定要相信24小時 他才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 他才是一個属灵的人 他才是真實的相信聖經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把線畫在這裡 認為一個基督徒必須要相信是24小時是一天 那我自己覺得創世紀寫作的目的 並沒有一定要我們去defend那個24小時 我強調一下 我覺得上帝有 他有能力在24小時乘6創造世界 那也有可能實際上真的是這樣發生的 只是我不 我不會一定需要去defend這個東西 因為我不覺得創世紀的寫作的目的 是要我們去量那個地球的age 或者是說這個是exactly how it happened 所以對我來說 我不需要去defend24小時的這個theory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邊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比較喜歡的是 但是重要的其實還是 你是不是相信有神 因此如果對你來說 我知道特別國內很多人是從無神論的背景出來的 如果對你來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botherly的事情 你覺得這是讓你沒有辦法去接受神 或是讓你沒有辦法去想這個信仰的 我的建議是 那你就先把它當成所有進化論的東西都有發生 只是你去再想後面會不會是神在這個後面 因此我對你的建議是其實你先去找這個神 去想這個神跟你是不是有這樣的關係 這個神所講的東西是不是有道理 你可以先把進化論的東西可以先拋開 因為你可以接受全部的這個過程都是有發生的 所以那以後你可以慢慢慢慢再去想 到底是在哪一個time 所以這是我給大家的建議 其實重點是在於 你還是先去找這個世界上那個神跟你的關係 在你的世界上其他的東西上面 這個神是不是真的 而不要讓這個東西來阻擋你 那這個是我給大家的很快的建議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其實關鍵是在於 世界上有沒有神 你不需要去一定要去看說是不是這邊 好所以呢我其實給大家的選擇就是 你可以是有這四個camp 簡單來說你有這四個camp可以選擇 OK 好那我給大家一兩分鐘的時間 你思考一下 我們可以開燈好了 你其實是可以看得到 那給大家一兩分鐘的時間 你思考一下 然後跟你旁邊的人分享一下 就是你覺得現在的你大概你會最能夠接受哪一個camp OK就跟你旁邊的一兩個人分享就可以了 然後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好給大家一兩分鐘 然後也不要去judge旁邊的人 他相信什麼都沒關係 OK 好你現在的 好 然後其實我拿到 有沒有拿到獎益的 有沒拿到獎益嗎 有沒拿到獎益嗎 欸你確認不見了嗎 那Andy可以幫我發一下 你有沒有剛沒拿到獎益可以舉手一下嗎 好 好 我先問我先問大家一下喔 在今天之前你就知道說你有這四個選擇的可以舉手嗎 在今天之前你就知道 OK 好 謝謝 好 那等一下有機會可以在最後讓大家有時間在小組裡面 如果有時間可以做更多討論喔 第二個部分 Eric想要跟我 想要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講到人的部分 講到human的部分 OK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先來看幾段幾段經文好了 對 那其實我有打在上面 所以你們不需要去翻聖經沒關係 好 創世紀第二章七到八節 他說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塗造人 將生氣吹入他鼻孔領 他就成了友靈的國人 名叫亞當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裡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喔 首先我們看聖經 上帝是把人放在哪裡 對 也就是說上帝造了一個世界或者是一個Earth 但是他把人其實限制在這個裡面 OK 放在高人有一的裡面 那因此其實就會有很多人問 在伊甸園外面到底有沒有其他的人 OK 那實際上這個是很多的學者都有在討論的 OK 好 所以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雅安跟夏娃是被放在高人龍伊甸 並不是放在世界上他可以自己亂走的 OK 好 怎麼樣 可以啊 那高人龍伊甸在地球上嗎 是 對 但是看起來那個空 從那個進去那個 看起來他在某個空間上那個入口被封住了 對 所以現在進不去 好 但是其實應該在某個地方 不是 我一定工作 這是什麼 蛤 因為當上帝說他讓基督國把守那個門讓人不再能夠進去 我科學上的解釋就是 讓天使去把守那個門讓人不再能夠進去 I think scientifically it means 他 change 的那個 dimension 讓人不是就可以這樣子走進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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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y explanation 實際上他是怎麼樣去讓人不能進去我不知道 對 But it's a physical place for sure 對 只是我們現在沒有 access to it So So you believe in another dimension I believe in another dimension Yes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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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pastor It's not Must b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Because it's a physical place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兩段的經文 在 在 創世紀第四章 就是 雅拉跟夏娃生了一個小孩叫蓋尼 那這一段就是說蓋尼呢 他就殺了他的弟弟雅伯 他殺了弟弟雅伯之後 耶和華就要懲罰他 所以在第四節的時候 他說什麼呢 他說第四 第四章十二節 他說你種弟弟不再給你效力 你必流離飄盪在這地上 蓋尼就對耶和華說了一個很詭異的話 他說你如今離開 主我離開這地一字不見裡面 我必飄盪在飄盪 流泥飄盪在地上 凡遇見我的就必殺我 耶和華就對他說凡殺蓋尼的必招貌七倍 他就給蓋尼立一個記號 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 所以蓋尼就離開耶和華而去 住在伊甸東邊的一個地方 OK 這個是一個很詭異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當時亞當跟夏娃其實就有兩個小孩 一個叫蓋尼一個叫亞伯 蓋尼就把亞伯殺了 所以世界上這時候剩下三個人 對不對 亞當、夏娃跟蓋尼 對不對 然後神就說蓋尼我處罰你往那邊走 然後蓋尼就說 欸可是我當中間萬一別人殺我怎麼辦 對不對 OK 現在有很多其他人在那邊 OK 那一般來說 這個的解釋大概就有三種 OK 第一種呢 就是世界上只有亞當跟夏娃 然後生他們的孩子 所以蓋尼在說的是亞當跟夏娃 以後生了其他的孩子 他們的後代 因為他們都可以活很長嘛 就是其他以後的後代 萬一要為亞伯報仇或是什麼的 對不對 他會殺我 這是第一種 第一種解釋 一般的神學家也配這個解釋 OK 因為其他的解釋蠻radical的 對 但是其實其他的解釋 並沒有一定不符合邏輯 OK 那第二種解釋呢 就是世界上其實有 我們回到這個地方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其他的人 在這個周圍 只是亞當跟夏娃有神的靈 然後住在醫院園裡面 這是one of the explanation 所以他出去伊甸的時候 有很多其他的人 只是而且他們是沒有 像亞當跟夏娃是上帝 吹了這個靈的氣在他的身上 所以其他人 他們也是有靈魂 但是他們沒有跟上帝的那個關係 OK 這是其中的一個解釋 好 再來一個解釋呢 就是世界上有其他的人 亞當跟夏娃像是一個representative 像是一個組長 像是the leader of human race 好了 他們是一個representative 然後他們代表全人類 跟上帝在建立一個關係 社會內fall 全部的人都fall OK because they're representative OK 好 這是不一樣的解釋 但是就只是讓大家知道 並不是你相信聖經 就一定得相信世界上沒有其他的人 OK 好 先給大家一個這個觀念 那我也不是說這二跟三一定就是最對 但是 這是不同的解釋 但是我只是希望大家 今天晚上你可以open你的mind 所以你不會覺得 OK好 那我一定要相信這個 我一定是這樣 OK 好 好 那 我也不是說一定就是二跟三 對 因為理論的說一定就是二跟三 其實那還蠻低端的 OK 好 那 因此呢 在第六章的時候 這是另外一個 就是奧秘經文 在第六章的時候 就是人在世界上多起來 又生女兒的時候 神的兒子本看見人的女子美貌 就隨意挑遣取來為妻 耶和華說 人既然屬夫且借我的靈 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 然後他日子還得到120言 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 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了身子 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 這是另外一個很詭異的經文 其實你再怎麼解都很難說 到底什麼是神的兒子 什麼是人的女子 OK There ar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並沒有一個真的很satisfying的 answer OK 那我今天不會要go through different explanations 但是 若支持世界上有其他的人的這個神學家 他解這個經文就會很容易 所以神的兒子呢 就是亞當這一隻的兒子 因為他們有神的名在他們的身上 而人的女子就是其他的 當時在地上其他的人的後代 那因此上帝本來並不希望他們這樣 但是當他們在彼此交配的時候 他就說上帝就說 那既然你們是這樣子 那我的靈就不在於你們同在 OK So that's one of the explanations 如果你是認為這個的話 It's very easy to explain 到底這個在說什麼 對 但是當然會create其他的神學問題 OK 我不是說這是最好的 explanation 不過這是其中一個 explanation OK 就會讓 第六章還有第四章都 在某個程度上會比較容易解 但是在其他的神學上 maybe not the best explanation 好 只要大家知道一下有這些解釋 那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人的evolution跟化石 我們人的evolution其實就是非常化石 對不對 OK 不然沒有人見過人的evolution 對不對 你跟我一定都沒見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回到這個總的定義 第一個的問題就是到底總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用猜測的 所以是我們在猜說 嗯 這樣這樣這樣 但是 有可能 其實他跟他其實是可以交配的啊 對不對 所以他們是屬於同一種 那其實有可能他跟他其實是可以交配的啊 所以也有可能 因此他跟他其實是可以交配的啊 那因此其實他跟他也有可能可以交配的 因為at certain moment 如果他是在進化的話 他一定某個情況下 他跟他是可以交配的嘛 對不對 所以到底到了哪一個程度 他是不能夠交配的 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知道 因此到底哪一個程度他叫做人 哪一個程度他不是人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問題了 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可以知道到底什麼樣的時候 情況下他是人 什麼樣的情況下他是猿猴 對不對 OK 好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總的定義 到底什麼是人 OK 我們並沒有辦法知道 因為你沒有辦法讓那些東西復活去交配 你看看嘛 對不對 不可能啊 對不對 好 不要去幻想 OK 真的 好 第二個 所以我稍微講一下 因此有一些神學家他說 這個世界上剛剛我們講到這些其他的人 有可能就是其他的這些所謂的原始人 OK 就是我們這些原始人的化石 OK 這是其中的一個theory 好 第二個就是化石的估算年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在大部分你在學 lower division biology的時候沒有人會告訴你 但是當你在做化石真正的研究的時候其實大家都知道化石的那個年的那個估算本來就是一個很難的東西 OK 那問題在哪裡呢 我簡單來說通常化石是怎麼怎麼估算的 我舉其中的一個方法好了 就是在我們的裡面當你活著的時候呢 你的碳通常呢是碳14 OK 如果你學過化學的話碳carbon有不同的isotope 對不對 就是same number of proton different number of neutron anyway OK 就是它有不同的 它是不同的isotope 就是不同的碳的樣子 要講不同的碳的樣子 OK 就是當你活著的時候你身上的碳是碳14 但你一般的非生物它的碳是碳最基本的樣子 是碳12 所以當你死了之後你身上的碳會漸漸漸漸變成碳12 那因此你要算這個通常要多久就是你去算碳14對碳12的這個ratio 這是一個最最基本的量這個化石的年代 但是其實會有一個方法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在看這個比例的時候呢 其實你沒有辦法under assumption 就是古代的這個活著的東西的碳14的量 跟現代的人的碳14的量是一樣的 這個sunction本身就是錯誤的 對不對 因為你並不知道幾千年或幾萬年或幾億年前 一個生物它的碳14的量是不是跟現在是一樣的 第二個 其實氣候環境在所有這些過程當中 都會影響碳14跟碳12的量 那因此這個我們這些化石 並不是放在一個保溫箱裡面在保存著 它有沒有可能經過一個事件 它大量的流失它的碳14 讓它看起來變得很古老 這是有可能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很難的 因此在我們在量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說是有很多的不準確度 那這些都是實際上的例子 就是一個mammoth 它的同一隻mammoth 它的象牙跟腿 當你去量的時候它有可能差十幾萬年 OK which is very very common 在我們量這些東西的時候 OK 那或者是有一個稍微火山的石頭 它量這石頭的左邊跟石頭的右邊 它是兩個差非常多的 OK which is possible OK 因為這本來就是有一個不準確度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OK 那 那在science world 他們 How do they Do they take the average number of both rods 他們怎麼會定那個時間呢 對 所以通常你會sample很多很多的rod 然後take the total divided by yeah take the average 所以通常你在這個layer 你要take多少的sample and you take the average yeah so you need to do a lot of samples 所以你如果只找到一個sample 其實那個本來就是不準的 對 你本來就是要take a lot of samples yeah yeah you have to 好 OK 當然 因為一般不會這樣講 對不對 下一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人的化石 大概人的化石 其實我們就把人大概 比較重要的大概是四個 OK 最 最 最早的 OK 嗯 叫做astrolopithesis 那這個一般中文翻譯成男人或者是棒人吧 對 yeah OK 就像人一樣的東西 OK 好 那 這一個呢 一般來說就是說是 第一個能夠直立行走的東西 OK 那通常這個是一個最早的 OK 然後呢 之後的呢 叫做homo happiness 我們翻譯叫做能人或者是巧人 OK 接下來叫做homo erectus 就是直立的人 那我們所比較熟悉的北京人 爪阿人 藍天人都是屬於homo erectus OK 然後最後就是homo sapiens 北京人 對 北京人 這北京人並不是從北京來的人 OK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在北京州口店附近挖道的化石的人 OK 喔 好 OK 對 不是北京來的人 對 好 是北京人 一般來說大概是這 這四個層 這四層是比較有名的東西 OK 好 那其實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的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一個 OK 這個南園 那南園他挖出來其實比較有名的 在非洲 其實他有挖出兩 兩具化石的 他挖出了兩具化石 那比較有名的這個叫做Lucy 就是1974年 有聽過Lucy嗎 OK 你如果有學過某種生物 你一定有聽過Lucy 1974年挖出了一個 就是有點像一個 Aid的這個發手 OK 那 Lucy最主要就是他可以直立 他的腻是直的 他的膝蓋是直的 像我們一樣 這是他最有名的地方 OK 好 那Lucy的問題其實是 其實是這樣子 其實他的膝蓋和他周圍的化石 其實你在讀的時候 大部分可能不會告訴你 他的膝蓋和他周圍的化石 其實不是同時間發現的 他的膝蓋呢 是一年前發現 跟他 the rest of 他的身體 然後他的膝蓋呢 是發現在one mile away 然後在一個不同層的一個 layer 所發現的 OK 但是他們的鑑定覺得說 這應該是屬於同一個東西 OK 所以 到底是不是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爭議了 OK 那 因此 我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其實在我們學科學的時候 其實我今天沒有時間多講 但是我學科學的時候 我不是要找這個事情的真理 我是要按著我所能夠接受的一個框框裡面 所給我的這個data 然後我去推算一個東西 那 因此今天 我如果已經先入為主 覺得說 人是演變來的 我是以這個框框來做我所有的架構 就算我找到了N個證據 覺得人不是演變來的 我也不會去推翻這個東西 除非我找到了一個更好的東西 可以取代這個理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才做這個詐欺當中 如果我找到了一千個問題 覺得說 好像不是演變來的耶 我不會去推翻這個東西 除非有一個更好的理論在等著我 OK 這樣講大家明白嗎 如果沒有一個更好的理論 我是不會去推翻我現在的東西 我會繼續的去做 under我現在的假設裡面 because that's how science works OK 那當我沒有辦法接受另外一個理論的時候 那我就不會管我現在的理論 到底是怎麼樣的問題 因為我必須要接受這個東西 OK 好 那其實到底Lucy是不是這個 我也不敢說 因為我也沒有見過Lucy 我也不是研究她的專家 但是她本身就是有很多的爭議性的一個東西 那接下來呢 其實你如果仔細去study 就是男原她的整個的這個的話 其實她跟現在的chip and z 其實是比較像的 OK chip and z 中文叫 呃 金剛 金剛 金剛金星是不是 黑色的 黑金 黑 黑金 對黑金剛 對 不是Gorilla 而是小的那種金剛 對 OK 好 那 接下來你如果看 這麼厲害可以取到這裡 好 接下來喔 如果假設我們說我們是從Lucy演變來的話 那其實我們需要接受一個事實 就是說Lucy離我們現在是三百萬年 在這三百萬年之中 她跟我們的差別是五百萬個 五百萬個 mutation 就是五百 她必須要發生五百萬個突變 才能夠在這三百萬年當中從Lucy變成我們 OK 那 因為基本上她就是一個chip and z 的樣子 OK 只是她是能夠直立行走的一個chip and z 而已 那 因此其實今天你要想 你要發生五百萬個mutation 在今天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人的mutation 其實是好的mutation OK 但是你要發生五百萬次 在這三百萬年當中 才能夠變成人的樣子 OK 所以到底我們是不是從她變來的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問題 OK 好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喔 就是我們看一下這個 跳到這個就是Homo erectus 就是北京人 角拉人 南京人等等的 OK 那這個人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基本上她跟現在的人其實是很像的 她的頭腦什麼其實基本上是很像 只是她幾個不同 第一個 就是她的腦容量比現代人稍微小一點 然後她平均比現代人稍微高一點點 OK 那她有幾個比較不同的就是她的 jaw是比較strong的 她有比較大的eyebrow 然後她的slow forehead是她比較常發生的 但是其實這有可能只是那一個 有可能她根本就是一個人 只是那個種族的人是長那樣子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比如說現在馬來西亞其實就有一個原住民 她他們長的樣子其實基本上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看每一個種族 她的額頭啊 她的這個feature 其實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對不對 不同的種族 有一些的原住民 有一些的非洲的人 她的長的那個就是不太一樣 所以到底這是這是一種原人 還是她其實就是人 只是一個種族的人 其實你是分不出來的 實際上我們是分不出來的 OK 那因此有沒有可能 其實簡單來說 有至少我覺得有一個可能性啊 就是男人其實她是不是一種chimpanzee 其實巧人其實她就是一種guerrilla 然後直立人其實她就是一種人 which is possible OK 因為其實他們的這個腦容量 其實跟我們所知道的chimpanzee guerrilla 還有人的腦容量 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她有可能只是一種比較笨的人 對不對 就是 這是有可能的啊 因為人確實有可能越來越聰明啊 對啊 腦容量越來越大 但是她有可能都是人 我老實說 我覺得啦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現代人跟這個北京人 或是蠻鐵人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交配的 就是我覺得如果有那個機會的話 我覺得他們是可以交配 而且可以神出後代 因為我覺得其實基本上他們就是人 對 但我沒有辦法證明 沒有任何人可以證明 但是 對我來說 就是說有可能其實她就是chimpanzee 有可能她就是一種 guerrilla 因此我們回到這個剛剛 剛剛說的這個東西喔 就是有可能 對不起把我挽一個燈好了 前面的一個燈 對不對 雖然你也不知道什麼是前面的燈 對 好 好這樣可以 OK 好 有可能男人其實就是chimpanzee 有可能僑人就是一種 guerrilla 他們是可以做horizontal的evolution 那直立人其實就是 直立人其實就是跟人 也就是說他們是在horizontal的這個上面去evolve 人演化的這個化石 所以我們為了要證明人是演化 所以我 所以有些科學家會認為 那是這樣子演化來的 但是這樣子演化和 其實它是自己在這邊這樣演化 其實它的可能性是一樣大的 對 這樣講大家可以接受嗎 好 那 再來最後就是染色體的樹木喔 嗯 這個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人 人有幾對染色體對不對 23對 對不對 23對染色體 對不對 好那這個是一些動物的染色體的樹木 所以你其實會發現喔 也不見得是越低等的樹木 越低等的動物染色體 或越低等的生物染色體就越少 越高等就越多 也不一定 對不對 那 其實要染色體的樹木能夠變化 能夠mutate 是一個非常難的事情 我等一下會解釋 但是你會看到其實它並沒有一定的pattern 並不是越進化就會有越多染色體 對不對 也就是說對於進化來說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詭異的東西 為什麼 並沒有按照一定的pattern 接下來就是你如果看猿猴跟人喔 我們都知道人有23對染色體 那圓猴有24對 所以其中一個theory就是其中一對染色體結合 變成人 OK 那但是染色體很接近 就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呢 呃 至少馬跟驢子 確實他們就可以交配 就是硬交配 對不對 但是在人來說 其實 染色體的樹木要演變 其實真的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人都知道有23對染色體 人當你少一對或是多一對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活的 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活 不管你是22對或24對 你都沒有辦法活 只有一種情況下就是 你的第22 第21對染色體 因為它上面有的information很少 如果你多了一個 那其實這個人是可以活的 就是唐氏症 Down syndrome OK 這是唯一的一種情況下 人對染色體不是23對的情況下 可以活 但是唐氏症的人一般活不過十幾二十歲 而且他通常都是智能障礙的 OK 那他其實只是多了一個染色體 就是他第21對染色體有三個 OK 但是這個人是沒有辦法正常function的 那在any other 情況下 你多或少一對染色體 都是不可能能夠活下來 不可能有這種生物的 那因此你怎麼樣可以讓 24對染色體3號可以結合 然後生出一個正常的人 其實這個是沒有辦法去想像的一個東西 也沒有任何的解答可以去解答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染色體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並沒有看到一定的關係 人與猿猴 雖然染色體數目很接近 但是其實也不是同樣的基因 就一定在一樣的染色體上 比如說掌管眼睛的基因 可能在我們在第八對染色體 也許在猿猴在第十對來設計 它是一個random 其實並沒有是一定的東西的 所以 人能夠從猿猴演變過來 其實是真的需要一個很大的神機 才能夠發生的 OK 好 這是第二個部分 OK 好 那我們一樣跟旁邊的人share一下 你在這一個當中你學到的一樣東西 OK 就是在第二個section當中 你跟旁邊的人share一下 你在第二個section當中 學到的一樣東西 對 如果你還行的的話 你跟旁邊說你還行的真好 你還行的真好 好 那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部分也是今天的最後的部分 那其實會需要大家有更多的Biology OK 看一下 我先問大家一下 你有拿過Biology的我可以看一下嗎 你有拿過Biology的我可以看一下嗎 你有拿過Biolog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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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問大家一下 目前我講到的生物的這個 你都還聽得懂的 你可以舉手嗎 這麼多人 欸不要麻2048了 有沒有 有沒有 你也有建議 你在比我嗎 好 OK 那 接下來最後一個部分 我想要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第三個部分 就是 一般來說 我們在進化論裡面的幾個問題 那 這個是一般在學校裡面 通常他不會教 因為 就像我講的 呃 他希望你相信 進化論嘛 對不對 所以 一般來說 他是不會教的 那所以我 就是 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進化論當中的幾個問題 那 實際上 創造論也有創造論的問題 我也不是說創造論 沒有創造論的問題 Is it because of a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chool? 當然 對 其實這是一部分 這是一部分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是一部分 第二個部分 就像我講的 就是 how science works 其實才是那個重點 對 因為science 它必須是要work in paradigm 當現在的 paradigm 是evolution的時候 那 不管evolution有什麼問題 我們是要 stick with 這一個東西 對 因為它並沒有一個 competing 的 theory 比它更好 因為它competing 的 theory 其實就是 就是 某一種的創造 但是那個 並不是一個科學家認為 可以接受的一個科學的東西 對 所以 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必須要 stick with 這個東西 這樣 那 簡單來說其實就像是 以前 某個時期 在 我隨便說好 就是在 這個天洞說的時候 就是大家認為 是 是 太陽跟月亮在 繞著地球轉的時候 那 那個就是唯一 大家會相信的東西啊 你 不管它出現什麼問題 你不會教說 其實是 我們在 地球在繞著太陽轉 對不對 Until 你覺得地球 繞著太陽轉 是一個 更好的一個 theory 它取代原來的 paradigm 你才會這樣子 這樣子 不然的話 之前的話 所有教一定是不會這樣教 just how science is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進化論的幾個問題 那 第一個就是 其實進化論到底在說什麼 進化論在說什麼 其實很多人其實不太明白 就是進化論到底是什麼 那 其實 Charles Darwin 他說的這個進化論呢 嗯 他說的進化論有幾個東西 就是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natural selection 對不對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很快的用這個長頸鹿的例子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OK 好 就是 假設本來是沒有長頸鹿這個東西 假設只有平常的鹿好了 OK 那假設是鹿演化為長頸鹿 那 請問一下鹿怎麼演化為長頸鹿 因為 這些鹿他們想要吃高的那個 所以他就伸長脖子 然後他越用 他就越用他的脖子 然後就脖子就越長 然後最後就有很多的 他是比較長的這一個 因為是 越用就越 越發達 是不是這樣 不是 答案就是不是 對 答案不是 不是 因為 因為 你 他就不信 你 是不是這樣教的 很多人 對 很多的人 對於 進化論都有一個錯誤的概念 他以為是因為有些東西不用就會退化 有些用的就會變成發達 其實這個不是 進化論 OK 進化論的原理 原理是什麼呢 是 今天在這些鹿當中 有一些的鹿 脖子本來就比較長 有一些的鹿 脖子本來就比較短 發生了一個災難 那 很多的這個矮的樹都死了 那 所以今天活下來的是 比較 脖子比較長的 因為他可以reach到比較高的 那 隨著時間久了 這些 脖子比較長的 他的基因就比別人優 因為他 可以 生存下來 所以他就可以有更多的後代 那隨著時間久了 最後就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 這個是 這是達爾文在說的 OK 這是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這跟等一下我們要說的東西有關 好 所以呢 所以達爾文在說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 一群生物當中 本來就有一些不同天生的特徵 有一些是脖子長 有一些脖子短 那因為要競爭 有的特徵是優勢 有的是劣勢 優勢的特徵可以使這個生物存活率增加 那 存活率增加當然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基因 可以傳到下一代 對不對 所以就有比較多的後代 從他而出 那下一代當中那些優勢就更明顯 所以 這個是達爾文在說 這也是 survival of the fitness 逝者生存 主要在講的東西 所以跟有沒有在用 是沒有關係的 好 那 理論上來說 他們還是同一種東西嘛 因為這個長頸鹿跟 跟他的這個祖先 他們還是一樣是可以交配嘛 所以還需要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 somehow 這個東西被阻隔了 比如說 本來有一個路橋現在沒有了 所以隨著時間久 他們就不能夠再通婚 那隨著時間久 他們就變成長頸鹿了 因為他不能夠繼續通婚 所以他就會變成鹿跟長頸鹿不再能夠通婚 他才會變成另一個species 因為他如果還能夠繼續通婚 有後代他就會永遠沒辦法變成另一個species 對不對 好 所以 那從這一個當中 這個是進化論在講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進化論的問題 就是 到底 這些trades可不可以改變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白鵝跟黑鵝 或者是 是不是有可能 這些東西當中變成比較長的這個 其實這部分是肯定的 但是 到底他能不能夠變成另一個species 這個部分是 我們沒有見過的 因為 我們沒有人見過 有一個species 變成另外一個species 對不對 但simply 因為我們沒有活那麼久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用這個部分 在推斷這個部分 那其實這個本身就是一個推斷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上面的鵝 會不會變成另一種鵝 其實你是不知道的 OK 好 那我們 就回過頭來去看 再來就是 剛剛Aaron有講到 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翻譯出你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 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全部都是講到生物 如果你跳開生物不談好了 OK 就是 假設我們跳開 有生物的這個時期 往前退 宇宙的一開始是什麼東西 如果我們take Big Bang Theory 就是大爆炸 宇宙的一開始是什麼 就是一個 某一個質量 對不對 某一個很dense的一個質量 那其實我們還是得回答 這個一開始dense的這個質量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是科學沒有辦法回答我們的問題 到底一開始的這個質量是哪裡來的 因為我們相繼計畫論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只停留在單細胞生物 在那個之前 還是要有某一個東西 是讓東西可以從無到有 不是嗎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宇宙 必須要有某一個創造者 才有可能是從無到有啊 就算你一開始大爆炸 也要有某一個質量 這個質量是哪裡來的 我們還是必須去回答它 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來看 就是 其實在這個當中 是有很多是我們不明瞭的 比如說 我們就拿太陽系來說好 太陽系一般來說 現在就說有八個行星好 以前小時候我都說九個行星 對 現在就都有八個行星好 那 我問大家喔 太陽系的行星是哪裡來的 氣體 氣體 對哪裡的氣體來了 那這些星球是哪裡來的呢 這些星球是哪裡來的 這些星球是哪裡來的 它是碎片 碎片嗎 這些星球是 本來是氣體 從哪裡來的氣體 大家沒學過嗎 太陽 對 沒錯 從太陽流出來的氣體啊 Ci9190 對啊 大家沒學過嗎 Ci9190 好 竟然這樣教大家一下 這八個 這八個行星 出現 這八個行星是 太陽在 某個時期的時候 拋出來的氣體 後來冷卻凝固 變成 變成行星 對啊 大家有學過吧 有 這是第一次聽過嗎 真的假的 那你們覺得這次哪裡來的 神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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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接下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是 太陽丟出來的 太陽它是 這樣子轉 對不對 隨便你說它怎麼轉 方向轉 假設它是順時針這樣轉好 那它所丟出來的這些氣體 是不是都會繼續是順時針 其實這些八個行星應該是 跟著太陽是同一個方向轉 但是在這八個行星當中 每個轉的方向都是不一樣的 哇 但是太陽從頭到尾轉的方向都是一樣的 太陽從來就沒有改變它自轉的方向 但是每一個行星自轉的方向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假設真的是太陽丟出來的 那我們還是得回答 太陽為什麼能夠丟出一個 它這樣丟它一定是這樣子轉出來的啊 但為什麼它可以丟出反轉的呢 這是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回答的 這是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回答的 對 對 因為太陽很厲害 它一定可以丟出 太陽會接球轉出來 其實我們 當我們相信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了解 其實一般人都是一些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我們的textbook並不會告訴我們 因為 它並不想要我們去懷疑這些東西 但是實際上這些是沒有答案的東西 那 在這邊我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幾個fine tuning的概念 我知道這很小 那我隨便分享 我就隨便分享一個好了 就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宇宙在擴張嘛 對不對 在expand 大家應該都知道 繼續在擴張 對不對 因為當時是一個點然後繼續在擴張嘛 好 那宇宙擴張 假設說它有一個rate 這個rate 叫r 當這個宇宙的擴張 如果是r bigger by 1.035分之1 那那個速度就會太快 就會沒有任何的星星能夠成形 如果是slower by 1.035分之1 所有的mass其實都會condense together 所以光是宇宙擴張的速度 都必須要是一個exact的速度 我們才能夠有今天的行星跟恨星 it has to be that exact speed it cannot have any other speed 那其實在這個idea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 那也就是說 其實就是Eric剛剛在這邊說的 我們的宇宙有很多的那個力量 都必須要是剛剛好 才能夠是我們今天的life能夠出現在這裡 那因此我們就在想 這到底都是機遇 機率 還是是後面有一個東西在control 那這都是我們需要去思想的東西 再來就是 我相信大家都學過 就是能量不變地律 自然毀壞地律 和物質不變地律 實際上我們當我們相信進化論 而世界上沒有一個上帝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相信一個東西 就是這三個我們認為 在科學當中不會改變的定律 was broken once and never broken before 對不對 OK 就是所謂的能量不變 就是這世界上的energy是constant 是不會變的 對不對 但是那一開始一定是有一個 從無到有嘛 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上帝的話 你就必須相信 一開始是有 某一個能量自己出現的 而且之後不會再有能量出現 只有在最早的時候 三號有能量能夠自己出現 而且從那個moment之後 到現在都是constant 不會再有更多能量出現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那個lock 一開始可以broken and never broken before 這是我們沒有答案的 對不對 或者是自然毀壞定律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就是東西是會越來越 趨向disorder的 就像你的房間不整理就會越來越 對不對 這是一個自然的東西 那其實整個evolution 是在going against 這個東西 因為evolution是東西 越來越organized 對不對 同樣的物質不變定律 跟能量不變定律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這個law為什麼能夠被broken once in the history and never broken before never broken again 是我們其實沒有答案的 好 那我很快的講一下自然淘汰的幾頭原料 我就 我試著在40分的時候結束 讓大家可以討論 好 我們剛剛講到 一群生物當中要有不同的天生的特徵 對不對 然後等等等等等等這些 才能夠有自然淘汰 所以有一些人錄他脖子比較長 而且錄脖子比較短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有些錄的脖子比較長 有些錄的脖子比較短 沒有錯 經濟突變 Mutation 確實是因為Mutation 也就是說 達爾文認為 一開始錄大家都是一樣的 確實是因為Mutation 有些錄的脖子比較長 有些錄脖子比較短 所以我們所有的不同的trade 其實都是Mutation 也就是說一開始的人顯形都是一樣的 後來因為Mutation有不同的顯形 對不對 理論上是這樣 一開始大家的眼睛顏色都是一樣的 後來因為Mutation有不同顏色的眼睛 Has to be Mutation 對不對 OK 那因為Mutation才能夠造成這些 這些不同的這些健身特徵 其實就是從Mutation來的 OK 但是呢 其實Mutation必須要發生在Exact一個東西上面 就是發生在你的精子跟卵子上面 不然的話你的Mutation是不會傳到下一代的 這樣講很簡單嘛 你現在皮膚這邊發生突變 對不對 你這個皮膚的細胞發生突變 它變成一個Cancer Cell 這個你不會因為這樣就傳到下一代啊 對不對 因為它的這個Mutation不是發生在你精子跟卵子 就不會傳到下一代 所以這個Mutation必須要發生在你的精子跟卵子上面 你發生在你全身的幾億個細胞上面都沒有用 必須發生在你的精子跟卵子上面 那這個Mutation必須要那樣子發生 然後呢 Mutation呢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Mutation的幾率其實是不高的 因為DNA發生Mutation的幾率是百萬分之一 就是一個Million的DNA只會有一個Mutation的發生 然後呢 這個Mutation其實不一定會有任何的影響 有可能你換了DNA 如果你有學過Bio的話 DNA是ATGC嘛 對不對 但是有可能你換 它還是同樣的東西 which is possible 它Created by the product是一樣的 對不對 好 那如果通常有影響的 其實我們所認識的Mutation Mutation其實全部都是壞的 Now就是我們No Mutation 你所知道Mutation都是有害的Mutation 我們還沒有認識什麼好的Mutation 在人的身上 而且很多的其實不再有害而會 而且是會致命 而且我們所發生的 我們所認識的Mutation 其實大部分都不是發生在生殖細胞上面 都是發生在我們其他的細胞上面 所以對於一個東西它必須要有 如果Mutation是整個的重點 因此讓人可以有不同的眼睛 顏色讓路可以有不同的脖子的長度 它的這關鍵 一開始你必須要有很多的Mutation 你才能夠有Selection 因為如果全部人大家都一樣 就沒什麼Selection可以發生 但是為什麼能夠不一樣 其實是Base on Mutation 但是Mutation其實是一個機率非常非常非常低 而且是很難發生正面的東西 那這個是我們所有生物學家都卡住在那邊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相信Mutation發生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必須要一直拉長那個時間 關鍵就是我們必須要給夠多的時間 希望這個Mutation能夠有夠多的時間去發生 所以你會看到地球的年齡會一直要被拉長 因為生物學家必須要給它覺得這個可能夠多的時間 那這個是Mutation的問題 接下來就是細胞理論 Cell theory 如果有人學過cell的話 就是一個細胞如果是從單細胞開始 我們現在講的是 細胞是怎麼來的 對不對 如果你學過cell theory 就是所有的細胞都是從另一個細胞來的 對不對 但是Mutation其實 其實 again 必須要break這個 rule 就是一定一開始的細胞是從不是細胞來的 而且這個東西還必須要never happen again 必須在某個一開始的時候發生了一次 就是製造了一些細胞 然後之後都不會再自己再製造細胞了 對不對 之後的細胞都是從別的細胞來的 好 那一開始造細胞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那這個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好 反正就是你給它這些水啊 這些電啊 它就可以發生 但是我們先看一下細胞的組成到底是什麼 細胞裡面有主要的幾個東西 就是叫DNA DNA 由DNA生產RNA RNA再生產蛋白質 但是呢 這每一個步驟 從DNA生產RNA RNA生產蛋白質 這每一個步驟都需要蛋白質 OK 也就是說你今天一個細胞 你要讓它是一個function的細胞 它又要有DNA 又要有RNA 又要有蛋白質 因為它的這個間 從DNA製造RNA 從RNA製造蛋白質 的關鍵都是需要enzyme 這個enzyme就是一種 protein 一種蛋白質 也就是說你今天一個細胞要發生 它必須要有對的蛋白質 再加上DNA RNA 至少加上DNA 都在這個裡面 好 那今天蛋白質 是一個必須要的 必須要的東西 那蛋白質 容不容易製造呢 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用這個來跟大家分享 蛋白質呢其實就是一個一個的grossing組成的 蛋白質呢其實就是一個一個的grossing組成的 對 酸基酸 對不對 amino acid 對不對 amino acid 中文叫 氨基酸 OK 好 那 現在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現在我們找不到任何的蛋白質 是 不在生物當中的 所有你所認識的蛋白質 都是存在於一個 那邊organism體驗的 或是從那邊organism體驗的 或是從那邊organism體驗出來的 或是從那邊organism體驗出來的 在自然界是沒有自然的蛋白質 存在於 生物之外的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製造 for some reason 你一定要能夠讓一些蛋白質 能夠存在 物體之外 對不對 好 那你今天在物體 在生物之外 要製造一個蛋白質 就是需要 amino acid 但是呢 為什麼自然界沒有蛋白質 因為陽光會破壞amino acid的這個連結 也就是說 若你沒有在一個生物裡面 陽光一照 這個東西就會break apart 也就是說 somehow 一開始的第一個細胞 它必須要 somehow能夠阻擋住陽光 讓它這些東西都能夠連結起來 但是 這一個環境 至少是我們現在不知道 曾經發生過 也沒有辦法複製的 OK 因為你現在 去讓它自由的這個 它製造製造 它就會被陽光break apart OK 好 接下來呢 就是 如果你給它完美的情況 也給它足夠的原料 那 氨基酸是這樣子 這兩個氨基酸 它要自己能夠碰在一起 OK 它必須要 在這個裡面 兩個人自己在這裡面游泳 它要碰 平均它這樣碰一百次 才能夠有一次是合起來的 OK 對 就是你要讓它合起來其實是不容易的 它並不是兩個人 就是 很想按 它必須要是random 大概平均每一百次 才會有一次是合起來的 那其實這個就很 這個機率很簡單嘛 對不對 你如果需要三個氨基酸 這兩個 又不分開 要這個要這樣碰 要三個這樣連起來要多少 一萬 三次方 對不對 這樣 沒有 三次方 對不對 所以 十個氨基酸連在一起 就要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一個最簡單的蛋白質 我們 人所知道最簡單的蛋白質 需要一百個這樣的氨基酸 連在一起 需要一百個mino acid 連在一起 實際上我們所人體當中 大部分細胞的蛋白質 大概至少要兩百到四百個mino acid OK 那你想想看 就算你各種的機率都弄一百個這個連在一起 那氨基酸其實有二十種氨基酸 並不是你只要隨便連了一百個或兩百個或四百個就可以了 你必須要是 這二十種氨基酸要有一定的排列組合 它才能夠製造出一個有用的蛋白質 並不是你只要連起來它就是有用的 實際上它要exactly那個order 因為你需要exactly那種蛋白質 才能夠幫助DNA變RNA RNA變成protein 所以你需要exactly那幾種蛋白質 而那幾種蛋白質 每一種都需要兩百到四百個氨基酸 而且要一定的order 才能夠連起來 那 EVEN最簡單的病毒就是virus virus其實它還不是生物 因為它必須要靠著其他的生物它才能活 一個最簡單的virus 它需要八個不同的蛋白質 而且它需要那八個exactly那八種蛋白質 不是只是隨便給它八個就可以了 它需要exactly八種protein 每一種protein需要兩百到四百個這個amino acid to be assembled in the exact order the exact amino acid ok 那 再來就是所有的amino acid 其實都是必須是line helix 它有可能這個碰起來的時候 它成為一個right helix 它就沒有用了 ok 它必須要是左螺旋 因為生物能夠接受的只有左螺旋 但左右螺旋 形成的機率是一樣的 所以它如果這個 它到了第299個 它成為一個右螺旋 這也沒用 ok 那 而且這一切 比如說你接到第200個好了 那 假設這邊 發生了一個水流碰撞 水流比較大 就分開了 它又分開了 對不對 所以用一切又要重來 對 其實是很辛苦的過程 ok 就算都連起來了 這200到400個都連起來了 它還必須要在一定的溫度和一定的情況下 因為它連成一直線是沒有用的 它必須要follow起來 它必須要自己這樣組合組合組合 然後成為一個有用的樣子 它自己要能夠follow起來 在一定的溫度和情況下 它要能夠follow起來 它才能夠是一個有用的蛋白質 ok 這是溫度是很重要的 因為人為什麼會被熱死 其實就是高溫的時候 你的這個蛋白質變成直線 從folding變成直線 對 那你的protein就沒有function 你就死了 對不對 這樣 這是為什麼人冷的時候被動起來 其實是可以在解溫的時候 它可以活過來 對不對 因為在很低溫的情況下 蛋白質還是保存的這個樣子 可是當蛋白質被解成一直線的時候 它就沒有用了 所以人熱死是沒有辦法救回來 但是人是有可能可以救回來 原因很簡單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一定的溫度 讓這個蛋白質能夠follow起來 能夠correct holding 然後成為一個樣子 那anyway 這樣只是一個 ok 好 所以呢其實簡單來說 你要靠自然的碰撞 這20種 amino acid 必須要100 連成至少100 按照一定的順序 建成一個全部都是左螺旋的蛋白質 中途連結了 如果分開還要重來 而且又必須要是那幾種 那這幾個蛋白質 假設這八個 Let's say you get all these 這八個蛋白質 它都follow起來了 它還不能夠被破壞 它必須要這八個蛋白質 都meet together in an ocean in the same place 然後又要找到剛好他們需要的DNA 或是RNA 然後又需要有某一種細胞膜 是另一種東西叫做lipid 把它們全部都圈起來 這才能夠造成一個cell ok that's one single cell 而且這個cell 還不見得能夠reproduce 下一個cell 這個cell有可能只是像virus一樣 它沒有自己能力 可以reproduce下一個cell again 一個virus 它需要八個protein 但virus它沒有能力自己reproduce 它必須要用我們人體的東西 或是其他的生物來reproduce 所以你要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在一個汪洋大海中 能夠都放在一起 然後它還能夠繼續去reproduce we're talking about that's just creating one single cell without中間發生任何的事情去阻止它 所以that's why we're all talking about chance ok 所以其實我們在講的東西真的都是chance 那很快的其實我就稍微講一下 單細胞生物如何能夠變成多細胞 這其實都是我們沒有辦法去回答的 if you have one single cell let's say兩個single cell 一概大家都是single cell 這個single cell遇到下一個single cell 它如何可以變成多細胞 它兩個如何能夠結合在一起 然後左邊的說你知道嗎 從此之後我只需要負責這個東西 其他都會交給你負責 這是我們不知道的 因為我們人體的細胞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你的神經細胞是負責一個東西 你的血液是負責一個東西 對不對 那如何可以讓這個細胞它兩個結合在一起 或三個結合在一起說 欸那我現在只要做這個部分就好了 這是我們從來都不會有答案 也沒有辦法有答案的 那就算that's say 這三個假設這三個single放在一起 他們都知道自己要扮演 但是他們如何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情況 傳給下一代 這也是我們沒有辦法明白的 所以這個是在這邊要說的東西 那 我很快的講一個 一個觀念好了 OK 就是 在課本當中 我們常常 這是一個常常會講到的東西 就是 心臟血管的演變 就是魚 我們都知道 演變從魚變成負貶 變成Ractile 然後變成乌乳類或鳥類 那魚它有一個心房一個心室 大家知道什麼是心房心室嗎 OK 就是H&M跟Verticle Mentrical 不是你有心室嗎 心房就是接受血液的部分 心室是胖胖血液的部分 打開一個心房 打開一個心房 H&M就是接受血液 Mentrical是胖胖血液的 所以魚有一個心房一個心室 兩棲類有兩個心房一個心室 發送類似兩個心房1.5心室 H&M跟Verticle 兩棲兩個心房一個心室 所以通常我們在教的時候 Pompressor就會說 See it makes sense 就是這樣子Evolve 然後你看到就越來越complicate 但是其實你如果仔細去想的話 其實It doesn't make sense What do I do if it doesn't make sense呢 就是你如果看魚喔 你就看魚 假設這個是 這個是他的接受血液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他會把他的髒的血 Pump 到他的無息器官 就是他的gill 然後這個乾淨的血會流到其他的細胞 然後變成髒了又再回來 但是你如果看從魚到amphibian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喔 就是這個魚的時候 這個乾淨的血是不流回來心臟 乾淨的血是流到器官的 但是從amphibian, reptile 和所有的mammal和bird 其實當他們這個血Pump 到他們的呼吸器官 就是他們的lum的時候 其實他是會回來的 他的乾淨的血是會 from lung 會回到心臟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就是說你要imagine 他把乾淨的血Pump 到呼吸器官變乾淨的血 在其他的動作當中 這個乾淨的血是會回來心臟 由心臟再Pump出去的 How does that rewiring take place? 你要多少的mutation 你才能夠rewire你的一條血管 你要多少的good mutation 你才能夠成功的rewire一條血管 It's hard to imagine even one mutation will happen one good mutation will happen 你要幾千幾億個那個good mutation to happen together 你才能夠rewire血管 對啊 但是你看這 takes a lot of rewiring 因為在這邊乾淨的血 魚乾淨的血是流到其他的細胞 從兩系列開始 這個乾淨的血是會從肺流回來 你的心臟 在你的心臟再把它扛爆 我們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你的肺會把這個乾淨的血 先送回去你的心臟 那同樣的 你這個乾淨的血要怎麼樣知道 它要能夠回到心臟去開一個孔 It takes unimaginable的一個mutation 因此其實你任何一個小的evolution 一個very very small evolution 都是你沒有辦法 imagine the mutation for it to happen You can't even imagine I mean can you imagine 你現在突然有一個mutation 你的這個血管被rewire We haven't seen any type of mutation that people can survive Right Yeah It's unimaginable the mutation 那但是一般時候 我們都不會教 在課堂上其實progressive 是不會教這些東西的 因為他只告訴你說 mutation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但是for that to happen 你需要的那個mutation 是其實是我們沒有辦法 understand 沒有辦法imagine的 Yeah 那我想我的時間就到這裡 還有15分鐘 有 那在你們的講義的最後 有一些的資料 你們真的有興趣可以去看 然後最後面有三個小組討論的問題 就是讓大家可以對今天的有一個回應 那我們有 我們五個小組長都都在嘛 對不對 OK好 那我們剩下的15 其實有六個小組 高中裡面有自己的一個小組 那我們就做一個結束的禱告 然後之後讓小組可以自己有一點討論的時間 福神我們把今天的時間交在你的手中 所以你自己來對我們說話 讓我們可以重新來思考 到底這個世界上的奧秘是什麼 幫助我們有更多開放的心 讓我們能夠接受跟我們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就回到一開始了 其實本來就有四個camp可以去選 你不需要一定知道哪一個camp OK 那只是我給大家的一些思想 讓你可以重新去思想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你可以自己去決定 所以你也許現在是一個camp 幾年後是一個camp 那是OK OK 好 那就你們自己分配一下 就是有六個小組 其實今天大部分的classroom 都是應該居然是可以用的 我的辦公室也可以用 如果你找不到其他的 OK 好 那就請小組長再開 那就 十點 大概十點零五的時候 準時結束